吴先生告诉记者 为了考取船员证 这个月7号 他从开州赶到杭州一所 职业技术学院参加培训班 因为17号有跳学考试 14号他在拼多多上 买了一条5块8的泳裤 吴先生说 那家网店是一屋的 他留的收件地址 是渔航梁主一家酒店 也就是他和其他学员住的地方 原本发往杭州的泳裤 却被深通快递寄到了泰州 网店客服的回复是 网络错分件 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跳水考试 吴先生想去周围商场买一条补救 我觉得寄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寄回来到 我明天早上就要跳水考试嘛 肯定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就去商场周边的商场去找 早想买一条了 结果商场都下架了 最后 吴先生只好在美团上找了一家百货店 买了一条39块的泳裤 并要求16号下午5点50分之前送到 可那家百货店在渔航五常 配送员把泳裤送到梁主 花了不少时间 每团快递 他直接寄过来的运费要59块钱 为什么这么贵 他要开一个多小时 虽然贵了点 但吴先生好歹赶上了考试 18号晚上 那条寄错的泳裤 终于从泰州寄回了杭州 不过吴先生已经不需要了 他跟网店协调 对方答应退款退货 但深通快递方面 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要求就是赔我差价嘛 我那个买了90多块钱的 随便买个几块钱 一次性用了就不要了的 深通这边 我打了好几次投诉电话 他们说48小时 几个48小时都不知道 都没有理我 吴先生说 他向深通快递全国客服 反映了一个多星期 对方承认网点出了错 但一直没有给明确回复 记者也把情况反映给了 深通快递浙江省公司 企划部答复 因发货时错分 导致耽误了客户使用 以协商理赔92元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 吴先生表示满意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